默默家族的大哥哥与大姐姐在台上又唱又跳 让台下的小小孩也跟着活蹦乱跳起来 原来是为庆祝儿童节即将到来 台北市酒家有线电视系统台联合举办市民同乐会 宝贝妇幼记数位有线电视推广嘉年华活动 希望在当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台北市民广场 体验热闹文心的街头嘉年华 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酒家有线电视业者 包含我们中家集团在4月3号的时候 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府前广场 有举办一个市民同乐会 那么当天有非常多的艺人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那另外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园园游会 就是说当天除了有的吃有的玩 还有我们这个酒家有线电视业者 在那边展示我们数位电视的一个内容 顺便也要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呼吁大家家里面如果还没有装设这个数位计算盒的这个民众呢 可以赶快跟我们府上有线电视的业者来做一个联络 然后赶快把我们的家里面的电视呢 升级为这个数位电视 活动当中除了准备起点乐园 还有原油摊位之外 主办单位还邀请到艺人郭子前担任活动主持人 郭子前不忘在记者会上大秀模仿公立 把台北市长柯文哲模仿的微笑微妙 也立刻引来大批民众围观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虽然上任到现在 我来台北市政府 我大概每天都有来 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我就出去巡视 每天都在嗡嗡嗡 不然像上任一百天刚好是四月三号 有一个市政的这个市政检验 我说不用检验了 我每天从上任开始 我就每天都嗡嗡嗡嗡嗡嗡嗡 都在做工 都在检验了 不管是百天两百天三百天 统统可以检验 为回馈广大收视户 常德力贯万象有限电视公司 也决定将在活动现场加码赠好礼 凡民众在现场申办宽屏上网与数位机上合 即可免费获得高级保温被抑制 记者刘德宇台北报道 春天就下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